中国各地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扩散 疫情发源对武汉封城 也进入了一个星期的这个时间节点 那么城里的疫情防治 有什么最新的进展 市内的民生及居民心态 也有什么最新变化 我们继续通过电话连线 邀请正在实地采访的 中国公民记者陈秋实 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陈先生你好 能听到我的声音对吧 好的 听得很清楚 网上看到您最近几天 正和其他民众团体 忙于联系国际社会 对武汉提供援助 请您谈谈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好的 因为和中国绝大多数城市一样 中国的NGO组织 并不是特别的健全和发达 所以说遇到这种大灾大难的时候 很多的这种志愿者组织 都是临时被组建起来 或者本来是一些车友会 登山俱乐部之类的朋友们 他们会组建起来 来做这样的事情 然后现在确实 武汉的年轻人们也在非常积极踊跃的 帮助协调物资 帮助进行物资的搬运和配发 但是确实非常的松散 其实按道理 比如说武汉市政府 或者说湖北省政府 希望来自全国的物资 能够集中通过红十字会 然后以红十字会为核心 在武汉各地进行统一分发 这个逻辑本身是没有太大问题的 按道理也是这样子的效率会更高 只是由于中国红十字会在国内的信誉的崩塌 之前的一些负面新闻 导致很多中国民众来自全国各地和世界各地 不信任红十字会 所以宁愿通过民间组织 进行这样子的物资捐赠 所以就是出现了很多这种小包裹 蜂拥地来到武汉 来到各个医院 然后也出现了 就是比如说政府和一些基层的志愿者团队之间 不能说是争夺吧 但是对于物资的配发方面产生了一些分歧 甚至还有一些医院自己 或者一个科室自己接收了一些物资 然后这个科室的医务人员还受到了一些批评 觉得你们不应该擅作主张向社会发布腰削 然后擅自来处理这些 很多志愿者对这个事情 志愿者们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现在武汉市的交通 也几乎靠志愿者来实现 因为公共交通基本瘫痪了 每个小区呢 每个街道被派住四辆志愿者的车辆 可能是出租车 来帮助运送一些物资 运送一些危重病人 或者说是行动不便的病人出行 但是中国的一个街道 通常会包含若干个小区 也就是说人口在几万人到十几万人不等 也说十几万人当中 即便说只是很小一部分 是被迫必须要出门 这四辆出租车也是完全不够的 我也最近接触到了 这些出租车的司机们 他们也是非常的疲惫 而且出租车被征调过来 他们叫做保障运营 这六千辆 一方面要求出租车 要保障这个基础的运营 另外一方面 对出租车司机 又没有很好的安全防护 出租车司机每天要和这些人 接触他们的口罩 他们的防护装备 出租车司机还要自己去购买 而且中国的出租车 是要交纳这个份儿钱 就是每天像一个租金一样 要交给出租车运营公司 到现在他们还在很担心 在这个阶段 他们的份儿钱 是不是还要继续交 因为出租车公司并没有承诺说 这段时间就可以免交 等等吧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好的 但是如果说到 您说 我们看到您实地采访的 这个武汉市正在兴建的一个医院 叫火神山医院 据报道 现在医院的建设规模 在进一步扩大 那么外界对于兴建 火神山医院和中国速度 感到惊叹 但是也有人不相信 不敢相信 那么请您介绍一下 您实地采访的见门好吗 好的 我也跟着这边从事建筑行业的朋友 一起去到了火神山工地 虽然只是简单地看了一下 因为我们不想打扰人家的施工 施工现场是非常的繁忙 紧张 甚至压力强度也是非常大的 以武汉和湖北当地的施工队为主 也是由国企中建三局负责成建 但是我们能看到 24小时的运营 然后工人分两班三班倒 就在于施工 确实在中国在基础建设 基建工程方面是很领先的 效率很高的 中国的工人和基层管理者 是非常吃苦耐导的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只不过我们看到 他们确实非常疲惫 要戴着口罩工作 然后每天进出都要消毒 我们就是给他们送口罩 工人还可以两班倒三班倒 给他们工资也很高 可以达到一千二到两千 根据不同的工种 每天这算是很高的一个工资了 但是依然很辛苦 来我们跟一个中程的一个小管理者 一个管理员 施工队的一个朋友 简单的聊了几句 他根本没有时间跟我们 回答我们的问题 眼睛通红通红 嗓子完全沙哑 他已经三四天没回家 然后每天只能睡两三个小时 就是匆匆的 把我们的口罩接收了以后 马上就要去忙别的事情 他就说 说了一句说 他是武汉人 他说我们死在这 累死在这 我们就算是烈士了 我们说我们无怨无悔 我这辈子能为武汉 做这么一件事 能救几条人命 我无怨无悔 我累死了 我认了 就是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海外媒体 不喜欢中国媒体的这种 宏大叙事 在欧哥这样子的奉献付出 这种灾难面前的身影 但是在火神山 或者说在我们的这个 武汉的救援的活动当中 你能看到非常多 在勇于奉献的人 虽然我们觉得 他们也是很无辜的 被迫要付出这么大的努力 来抢救这样一个混乱的场面 好的 那人民是很可爱的 那么我们在您推特上 也看到了您采访的一位 这个点击量超千万 号称超千万的这样一位网红 了解了许多当地居民的生活状况 和心理状态 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好吗 好的 这个小伙子呢 二三十岁吧 年轻人 因为我不能透露他的真实身份 他那不算是个网红 也不算是个YouTuber 他只是一个年轻人 只是比较早的 就用了翻条软件 在看海外的信息 脾气也是很爽朗很耿直 其实武汉人的性格 码头文化 有这种 这种很仗义的这种性格 所以他觉得有话 我要说出来 因为有很强烈的这种不满的情绪 所以他在25号那天 就做了一个视频 然后两个视频 先后把他的生活状况 以及他对武汉市政府 武汉市领导的一些不满 表达了出来 他当时也没太在意 那是他第一次在网上录视频 虽然说这小伙子口才很好 就是一个没有经过专业的 训练的一个年轻人 但是表达很流畅 逻辑也很清楚 他把这个视频传到网上以后 他也没当回事 就去睡觉了 到第二天以后发现 点击量就几百万 但是很多人辱骂他 就是中国的一些小粉红 就说他不爱国 这个时候你还在抱怨 在骂他 然后还有一些海外的一些 所谓的民主人士也骂他 就说你们武汉人就死在这好了 你们活该 你们自己把自己的日子过成这样 你们不懂得反抗 所以你们活该 他觉得凭什么我们武汉人 已经遭受了这么多 这么严重的灾难 还要受到如此不公平的待遇呢 他就抓紧把自己的视频删掉了 结果这个视频 也已经被很多的海外媒体和YouTube上的账号所转播 他很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而且后来有人把他的视频和我所做的视频进行个对比 因为他所描述的武汉是物资非常短缺 生活非常不便 但是我到了时候我拍到的超市的场景是物资配给还是可以的 日常生活是可以保障的 然后他就找到我说他希望能够澄清一下 他希望让大家能明白他是一个爱武汉的爱中国的一个人 然后他也想说他当时的视频忘记标明 他所说的物资短缺的时候是22号23号刚刚封城 人民极其恐慌去蜂拥抢东西的时候确实物资紧张 如果两三天之后物资确实好了 所以我们就一起做了一个直播 最主要的目的 第一点就是想帮他做一个澄清 然后想把他更多的心情说出来 然后他一直都很担心自己的人身安全等等这个问题 那我其实也无法保证他的人身安全 我只是说我给你这个机会做这个澄清 至于以后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吧 咱们眼下的最关键的还是这个抗灾检疫的问题 好的很有意思 我们感谢公民记者陈秋实在武汉的连线报道